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5月26日 禮拜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垃圾徵費的最新發展 今天突然有消息傳出 政府打算如何面對這個爛灘子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討論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先提提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垃圾徵費 據悉政府打算無期押後的徵費 考慮免費派指定袋作宣傳教育 報導的內容提到 原定8月1日實施的垃圾徵費何去何從 政府明天5月26日將會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交代 多個消息來源透露 政府計劃不會準時預期推行垃圾徵費 亦不會設具體的實施日期 有知情人士說 預料今屆政府任內都不會實施垃圾徵費 不過早已製作好的大批指定垃圾袋 當局會考慮向公屋住戶免費派發半年 或者向學校派發作宣傳教育 話說明天的相關立法會委員會就會有聯合會議 聽取環境及生態局將會在會上交代的垃圾徵費 先行先試計劃報告 並公布垃圾徵費的走向 根據局方早前向立法會提交的先行先試報告 都集中交代參與計劃的持份者的種種負評 還有執行上的困難 不過未有交代是否會在8月預期實施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垃圾徵費的頭痛兩難 估計有消息說無期握口 即是不知握到何時 估計今屆政府也未必做 不過不代表各支不代表徐少 另外為何叫做兩難 因為接下來星期一 相關委員會到立法會 而這個法例是立法會通過的 差點不記得2021年8月 當時在籍的全部議員一致通過這個垃圾徵費 當時有些議員還很雀躍 而現在竟然來到今日時突然之間又說押後 兼且又上立法會民意見 真是不知道到時那些議員會怎樣說話 令B商說到有傳印了大量垃圾袋 豈不是會浪費了 未來有消息傳說未來會免費派這些垃圾袋 給一些公公住戶或派到入學校 希望做到一個宣傳效果 之前謝展宏局長也被問過 說那個垃圾袋的生產商收到一個指令 就說不再印垃圾袋 謝局長當時就說 不是 因為我們已經有足夠的份量 足夠兩個月的使用量 那就不下機印了 原來現在說整個計劃有機會無期押後 所以那些袋都得物無所用 據報會派了他當作宣傳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事件帶來幾個不同方向 第一 垃圾徵費8月1日估計一棟禍水不用做 不過只是押後 不是割指 不知道何時會做 第二 不知道議員怎樣可以回應自己 2021年8月投票的時間的決定 第三 垃圾徵費本來會衍生大量的收入 即為庫房增加收益 現在沒有這些談話又怎算好 種種的問題看來也要等到星期一 立法會相關委員會才能有進一步的跟進 另外也提及各大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旺角兩車相撞 兩死三傷 飛跌行人路昏迷 電單車兩人宋遠不至 藍圖人疑似受波及頭破血流 報道一來的問題到 旺角發生奪命車禍 在今天5月26日凌晨2時多 有部的士沿尼敦道往長沙環方向行駛 電單車就沿亞街老街行駛 期間懷疑有人衝燈 兩車在尼敦道和亞街老街十字路口發生傷撞 電單車飛前約摩20米 22歲的男鐵騎士 還有車上24歲的女乘客都飛出車外 身上多處嚴重受傷 期間懷疑有人撞掉其中一組交通燈 兩人繼而昏迷倒在附近銀行門口和旁邊的行人路 的士撞向銀行對開鐵欄 零件四散 車上的男司機和男乘客同告受傷 另外有一個69歲的男徒人懷疑被零件擊傷 當堂頭破血流 消防和警方到場調查車禍 5名傷者由救護車送往廣華醫院 當中的男鐵騎士還有電單車的女乘客 陷入昏迷接受搶救 那個姓張的電單車女乘客24歲 經搶救過後證實不至 另外姓陳的男鐵騎士同樣不至 以上來自HK01報道說怨死者安息 說這單車禍相當嚴重 究竟誰衝燈呢? 電單車兩人撞完後兩人都拋出車外面 結果兩人都送院搶救 又兼不至家 另外男徒人途經的時間都受到波及 因為那個位置旺角尼亞相當旺 令誰雙未知那個事件原因 若然找到誰衝燈的話 那個人是要負全責的 另外也提及這單消息 根據HK01報道 張君澳兩輛私家車相撞 保馬男司機涉嫌無牌駕駛兼藏毒 他的女伴都被捕 報導的內文提到 張君澳發生交通意外 在今日5月26日上午9時多 有一輛保馬和平治私家車 在張君澳保康路與混亨路交界相撞 保馬男司機涉嫌無牌駕駛兼藏毒被捕 平治車身塌陷壓 安全氣袋彈出 至於保馬車頭損毀 白色衣服的保馬男司機 盤塞而坐坐在路縛位置 雙手被警員戴上手扣 他涉嫌無牌駕駛兼藏毒被捕 保馬的女乘客都被捕 報稱心口痛送軟 現場消息說 保馬上一對情侶熱愛過後落車企圖逃走 在約摩100米外的花槽 是被機動部隊人員和一名熱心市民制服拘捕 搜索犬到場 警方在花槽檢獲一代毒品正在繼續調查事件 到場了解的梁女士表示 女婿駕駛平自房車前來接她回校會 不過在上址發生交通意外 女婿頸部受傷送軟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保馬的男女一同被捕 為何暫時未知 男就無牌駕駛兼藏毒 女是甚麼事 報道內文沒有提過 另外撞到另一輛車 撞傷別人 離譜 另外也提及各大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北上買菜新花樣 港大媽手拿一件事淡定過關 震驚內地女 網友揭發原來大有來頭 報道內文提到 港人北上買菜熱潮已經持續一段時間 深圳各國鄰近口岸的超市還有街市 都滿佈港人的忠責 蜂擁選購海鮮、肉類、蔬菜、水果等送菜食材 近日更加有內地女在小紅書上發貼文 驚嘆港人不想買菜 買出新高度 將一類超重的物品 首提回到香港 話說這位內地女 只以跨境買菜的新高度為提發貼文 說她早前在年堂口岸過關的時間 看到有個香港大媽 單手拿著一桶4公升 重約3.8公斤的食用油 似乎在深圳商店購買過後帶回來香港 就說從深圳買了一桶油回來 淡定過關 她就說以往都曾經見過 不少港人到深圳買菜 左一抄右一袋 拿著角色的菜過關 但從來沒有想過 就連食用油都要抬回來香港 笑言香港人現在開始挑戰新的花樣 北上買菜都要內卷 就是百二化的競爭 港媽買這個食用油的鐵文 震驚不少內地網友 他們對於香港大媽 特意跨境買這麼重的東西 感到疑惑 認為香港有很多同類型的產品 可以選擇 根本不用去到深圳買 不過有眼淚的網友就發現 這位香港大媽拿著的 是被列入青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 胡基花古法花生油 油香帶有濃郁的花生味 就說這個牌子的花生油真的很香 估計港媽是想一嘗這款大有來頭的花生油 才不惜遠程從深圳帶回香港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無其不柔 北上熱潮沒有停過 越買越厲害 金重 照買 原來就是買油 我是曠整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